在九龍城聯合道和東頭川道的交界 有一間侯王古廟 究竟侯王古廟是紀念哪個侯王而建成的呢 有很多的傳說 第一個傳說是曾經保護宋帝炳藍圖的 宋帝炳的舅父楊亮哲 就是這個皇后 第二個傳說是曾經醫好宋帝炳還侄的人士 叫做楊二伯公 究竟楊二伯公是一個什麼人物呢 有以下一個民間傳說 當大宋末年 宋帝炳藍圖 當時的忠臣陸秀夫和文天祥都擁護宋帝炳南下 在澳門和香港附近招兵買馬 但是宋帝炳到來的時候 因為環境不習慣 水路不習慣 所以他得到一個怪病 怪病的原因也有傳說 因為晚上當宋帝炳睡覺的時候 聽到一些很古靈精怪的聲音 很可能是鬼叫 或者當地靈異的一些喊聲 但是當時的太監為了保護宋帝的安寧 都跟宋帝炳說 那些是一些黃驚的喊聲 或者野獸的喊聲 但是宋帝的病情沒有好轉到 一天一天這樣嚴重了 突然間有一天 有一個老人家出現 首位都問這個老人家 你來做什麼 他說我叫做楊兒白宮 能夠替皇上醫病 因為宋帝炳的病情越來越嚴重 身邊的手下 就被楊兒白宮去醫治他 楊兒白宮替宋帝炳親自把脈 親自上山採藥 去醫療宋帝的健康 結果三兩天之後 宋帝炳的病情好轉 傳遇 宋帝起床的時候 對手下說 你們快點找一下楊兒白宮過來 我們要好好賞賜他 結果手下沉變了 當時的地方的附近所有村落 都找不到誰是楊兒白宮 但是有一天 在山頭一個沽墳上面 看到沽墳的主人就是楊兒白宮 原來就是這樣 宋帝於是傳下趙遇 建一個皇后古廟 去紀念楊兒白宮 讓大家我忘記三次 成本